作为当代恶臭青年的典型代表 在座的各位 估计里面有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 每天要三件事是必须要做的 等up主更新 点外卖 吃着外卖看up的更新 而外卖作为逼不可少的环节 点黄焖鸡还是麻辣香锅 豆腐脑选咸的还是甜的 吃米饭还是面条 今天吃什么 就成了一个跨世纪难题 但用美团还是饿了么点外卖 大家早都有了自己的习惯 用美团的可以在弹幕上扣个1 用饿了么的可以扣个2 两个都用的扣个3 看看各个阵营的大致比例是多少 在过去的10年间 为了培养你的习惯 外卖行业在互联网江湖里 一直是最血腥 厮杀最激烈的战场 2009年就成立的饿了么 先是单打独斗 后投成阿里巴巴 16年获得了阿里12.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 18年被阿里以95亿美元全资收购 可以说饿了么早就为阿里而战 而2010年成立的美团 虽然早期发家离不开阿里的支持 从几千个团购网站中杀出重围 但后来还是临阵倒戈 选择了与腾讯结为盟友 美团也成为了腾讯在团购 生活服务领域内 组家里的桥头堡 百度外卖虽然早早败下阵来 但老大李彦宏也曾豪言220亿 All in O2O 可见BAT在这场战争中都下足了力气 这几年 随着美团的几次弯道超车 美团从外卖 电影票 酒旅 到共享单车 出行 已经与阿里 携程、滴滴等多家公司 形成了正面对抗 原本的团购大战 外卖大战 也逐渐扩张为 生活服务领域的战争 最近受疫情的影响 以生鲜为首的 本地生活服务领域 一片火热 美团和阿里 再度被拉上擂台 我是许重浪 这里是中国山史第七期 今天我就带大家追溯 外卖市场的第一声枪响 从美团发家时讲起 和大家聊聊团购 外卖 本地生活领域 背后的资本战争 本期我会分为上下两集 今天是上集 美团团购起家的发家史 以及和阿里反目的全过程 美团是国内最早做团购的 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一家 当年仅中国市场上 共存的团购类网站 在开始的第一年 就涌现出2600多家 在高峰时 一度达到近5100家 而且平均每天 都会有10家团购网站诞生 但这些团购网站 最终全部战死沙场 美团成为了这场 千团大战中唯一的赢家 千团大战涉及公司之多 参与资本之广 烧钱之猛 竞争之激烈 至今无法超越 这场战役 甚至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的格局 代表着除BET之外的 新一级势力 破土而出 而聊千团大战之前 我们需要先聊聊 美团CEO王兴本人的创业历史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年 王兴本人家境殷实 父亲是福建龙岩的水泥大王 王兴在1995年 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脑 早早接触了互联网 18岁时 他被保送到了清华 读电子工程系 在清华 王兴结识了下铺的好兄弟 也就是后来 美团的联合创始人 王惠文 当时两人成绩都很差 一直稳居班里倒数第三 和倒数第五 本科毕业之后 王兴去了美国 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 读博期间又觉得没意思 加上当时美国刚刚兴起SNS风潮 他就在03年左右 直接辍学 回国创业了 王惠文当时还在中科院读研究生 收到王兴的邮件之后 毫不犹豫地带着全部家当投奔了王兴 王兴做的第一个项目 并不是外界广为流传的校内网 而是主打社交的多多友 第二个项目叫游子图 这两个项目加起来 一共做了一年多 均以失败告终 我在之前的一期节目里说过 王兴是孙正义 时间机器理论里最好的践行者 因为正是他 先后把Facebook Twitter等项目 以本土化的形式 带到了中国 真正让王兴名声大噪的 正是他践行的 第一个Copy to China的项目 一个将Facebook本土化的 叫做校内网的项目 05年的校内网 是基于大学校园的社交网站 由于他们和Facebook的 UI设计一模一样 在水木清华BBS上 被清华的同学发帖恶心那一番 而红杉资本的 一个出身清华的女投资经理 刚好看到了这个帖子 就找到了王兴想聊一聊 双方先后聊了两次 第一次王兴和王惠文经验不足 花了一天编商业计划书 但不巧又落在了出租车上 只好在等待的奸细 现场手写了一份两页纸的简介 可这天不巧的是 从雅虎中国离开 刚加入IDG资本 担任合伙人的周鸿义 正好来找红杉的老大沈南鹏喝茶 老狐狸沈南鹏跟老周开玩笑说 自己不懂国内市场 就想让地头蛇周鸿义把把关 然后指了指王兴所在的会客室 周鸿义二话没说 走进会议室 简单问了王兴两个问题 就出来对沈南鹏说了no 由于对王兴们的不看好 周鸿义建议红杉改投校内网的竞争对手 站座网 而第二次来谈的时候 王兴操作烂熟的Linux系统 因为驱动问题 总连不上投影仪 只能靠一张嘴 两次其善的表现 很难不影响红杉对王兴的判断 加上周鸿义的看法 站座网拿到了机会 获得了红杉500万美元的投资 不过校内这个项目 还是给沈南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校内虽然用户增长快速 表现良好 但并没有任何收入方式 加上没能获得投资 最终王兴忍痛割爱 06年被千项集团的陈一舟 以200万美元收购 校内网后续又改名为人人网 命运也是一路坎坷 我在这儿就不展开说了 之后 王兴模仿了美国的推特 分别创立了范佛网和海内网 因为范佛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微博 吸引了不少明星过来使用 但王兴的这次创业 也很快以失败收场 2009年7月7日 范佛因为内容设政 监管不严等问题 遭遇拔网线 而在停止运营的500多天内 仅仅比范佛晚上线一个月的新浪微博 实现了弯道超车 腾讯微博也因为战略上的错误 败于新浪之手 等范佛后面回来的时候 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海内网想要切白领的市场 可惜白领并没有像学生一样 通过学校建立那么密集的关系网 增长很差 被开心网以种菜的方式 抢走了市场 最后项目也被王兴停掉了 经历了三次SNS创业失败的王兴 显然不想一条道走到黑 这次他决定变换赛道 把矛头瞄准了美国一家 做团购的网站 Gropen 继续Copy to China 于是创立了美团网 时间机器理论 在王兴身上又一次应言了 曾经在校内网时期 拒绝王兴的红杉资本 此时在混乱的市场中 看中了王兴 投资人沈南鹏特意把王兴请到了红杉 基于上次融资失败的教训 王兴此次做了充分的准备 BP之类的一应俱全 然而沈南鹏这次 基本上没有给王兴说话的机会 直接告诉王兴 我给你2000万美元 红杉成为了美团A轮的唯一投资人 在后来上市时 美团给红杉带来了510倍的回报 这是沈南鹏 整个投资生涯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美团最早是做团购的 跟外卖没什么关系 此时自然还不会跟饿了么相遇 更不会形成竞争关系 而O2的概念 也是借着团购这波浪潮 在中国率先兴起 那什么是O2呢 简单来说就是把线上流量 转化为线下流量 团购 外卖 都是这个概念里的子集 比如你是个线下卖葡萄酒的 平时销量很稳定 但你想多卖一些 就要借助线上流量的帮助 就要去找线上做团购的平台 你决定出100瓶葡萄酒 弃者买 我作为一个平台方 就把线上APP的流量都导给你 让人组团一起来买 凑够多少人就开团 因为价格比原来便宜了三成 消费者也有动力来一起团购 平台再从销售额里拿反底 这样无论是O2O平台方 还是商家都有获利空间 就在王兴创办美团的14天后 另一家主打团购的拉手网也出现了 拉手网的创始人吴波 跟王兴一样 都出身于清华电子工程系 他还是王兴的师兄 而在同一时间 24券 窝窝团 满座网 团宝网 阿里巴巴的巨划算 口碑 搜狐代价团等等 相继破土而出 大家纷纷会晤着手里的钞票 想要争夺团购这块蛋糕 甚至王兴卖给千项集团的人人网 旗下也成立了糯米网 做起了团购 当美团月流水超过500万时 腾讯还上线了QQ团购网 外界对腾讯的评价依旧是 老抄习犯了 后来 腾讯还跟美国团购鼻祖 Golpan合作 中外合资 一起做了中国版的高棚 双方各自持股50% 王兴看到腾讯的进场 如坐针毡 恰好当时360和QQ正在打3Q大战 他在《计算机世界》杂志的封面文章 《狗日的腾讯》里发问 有什么业务是腾讯不做的吗 这句话被作者放到了文章的开头 大家各自摆好阵型后 这场千团大战正式吹响了号角 最开始率先动手的是拉手网 VC圈里的当红炸子机 金沙江创投的朱孝虎 此时也选择来到牌桌前 支援拉手 2010年6月 拉手宣布完成A轮500万美元融资 朱孝虎代表金沙江创投 进入拉手董事会 并在后续的轮次里不断重仓加注 拉手的创始人吴波不断融资 计划要短期内覆盖200个城市 加上朱孝虎的大力支持 一路过关斩将 流量很快超越美团 一举成为了行业老大 2011年 团购网站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一方面各家团购网站 纷纷发起广告大战 团宝网一年投了5.5亿元 糯米网全年花费2亿 另一方面 为了争取跟商户合作 团购行业开始做预付包销 预付一笔款给商家 让商家将优惠单子投放到自己网站上 相当于牺牲了现金流去抢商户 随之而来的 还有大声量换来的各种融资 4月 大众点评网完成C轮1亿美元 5月 窝窝团靠着三倍薪水挖人 成为行业翘楚 拉手网也连续完成了BC两轮融资 共拿到1.6亿美元 朱孝虎代表的金沙江都有参与 为了能抢占市场 烧钱的烧钱 拿钱的拿钱 大家杀红了眼 根本没人能冷静下来思考 哪种打法才是正确的 除了美团 面对各家团购网站 线下疯狂打广告的做法 美团的二把手王惠文 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跑到了杭州 请教了阿里巴巴的前总裁 关明生 关明生明确指出 面向商家的品牌广告是无效的 在商家端 再多的广告投放 都不如有执行力的线下销售团队 王惠文随即稳住团队 忍住了做线下广告的冲动 接着 美团把主要精力 放在了线下与商家沟通上 他们雇佣了大量的人 一对一的去沟通商家 让商家进入美团 用户会因为商品降价 而赶到任何一个团购平台 很容易获取 需求是饱和的 而商家决定了 能提供多少便宜的商品 说白了 这是个供给驱动的事情 这项工作在全国迅速铺开 大中小城市基本都覆盖了 这相当于众多的团购商家 在前线打仗时 美团釜底抽薪 默默地偷走了他们的粮草 此时美团跑地推 又是一个需要大量人手的工作 但美团员工数量 只有拉手 窝窝团两家的一半 而拉手和窝窝团两家 又在疯狂高价挖美团的人 加上美团创始团队 本身是2C出身 过去的经历都是社交产品 团队销售能力近乎于零 没有地推大将 王兴非常头疼 到了下半年 资本寒冬来临 拉手网 窝窝团 团保网 纷纷抓紧冲刺上市 但因为财务造假 内斗等各种原因 全部折挤 美团因为地推能力不足 依旧保持着相对保守的状态 此时市面上 也开始传出了 美团没钱 王兴跑路的传闻 好在 阿里巴巴联合红杉等 另外三家资本 给王兴送来了弹药 B轮优共计投资了5000万美元 王兴拿到钱之后 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 他在发布会上 公设了账户上 剩余的6200万美元现金 证明了外界媒体所说的 王兴拿钱跑路都是谣言 美团能挺过资本寒冬 这对刚刚经历过财务造假 疯狂投放线下广告的竞队们 是一种从工信力层面上的 严重打击 很多竞队公司的员工 本身就存在被拖欠工资的状况 此时纷纷叛变 加入了美团 但这并不足以让美团 彻底夺下团购堡垒 真正帮美团拿下高地的 是一个重要人物 甘家伟 甘家伟又叫阿甘 原来是阿里老员工 出身中共铁军 简单解释下 中共就是中国供应商的意思 主要做外贸出口 相当于国外版的全球购 中共铁军则是旗下一个专业销售团队 负责对接商家 因为特别能打胜仗 又有独特的政维文化 在业内很有名 不过甘家伟跳槽去美团这事 还要从阿里的贪腐案说起 2010年底 阿里的联合创始人蒋方 被调去管理中共的诚信安全 说难听点就是查贪腐 2011年1月22日 蒋方在一封群发的邮件中 言辞激烈 甚至用了国骂字眼 根据马云后来在公开访谈中的说法 他是偶然间看到了这封邮件 蒋方是老阿里人了 很少事态 蒋方在邮件里写道 还查到有些销售 一个人就签进来好几十个骗子公司 甚至还一手拿公司的佣金 一手拿骗子的贿赂 马云当即给蒋方打电话 又找到当时主管阿里B2B公司的位者 询问情况 大约从2010年上半年起 阿里巴巴B2B公司 将不能签的骗子供应商 称之为黑名单客户 黑名单一旦上榜 阿里永远不会跟他们合作 魏哲是知道黑名单客户的规模的 但不太清楚员工与黑名单客户的内外勾结状况 他向马云解释 黑名单客户已经从1.1%降到0.8%了 再过几个季度就快打没了 不用太担心 但魏哲完全没有明白马云关心的点 马云更在意的是内外勾结和贪腐 五天后 马云召集所有高管紧集会公司 并委派推引多年的官民生 成立独立调查组 调查黑名单问题 没错就是那个曾经指点过王惠文的人 此时魏哲依然没有当回事 认为自己已经尽力处理了 但独立调查组不但报了警 最后还揪出来莆田的骗子供应商 发现所有诈骗行为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存在内外勾结 这一查才知道 当时为了帮助中小外贸企业 度过08年金融危机 阿里推出150亿补贴的春辉行动 很多也被同样的手段把钱骗走了 马云认为此事非常严重 不满意魏哲的处理手段和结果 将魏哲以及多位高管全部辞退 此时在业内又被称为春辉事变 辉类斩魏哲 但是面对部分被牵连的元老 马云权衡他们过去的战功 高档断层的管理问题 便给了一个哲中的解决办法 让他们去帮阿里做投资 看一些创业公司的机会 将功补过 魏哲的职系下属 吕广瑜 甘家伟就处于这种尴尬的位置 当时吕广瑜 甘家伟从阿里副总裁的位置上直降一级 同时手中的业务也被暂停 两人被派去考察投资公司 窝窝团拉手网 当时是团购市场的老大老二 阿里决定投资培养其中一家 当时下放吕广瑜负责考察窝窝团 甘家伟负责考察拉手网 压根没有美团什么事 这代表着吕广瑜 甘家伟两人是竞争关系 谁谈到的项目更被看好 谁就有机会从阿里拿走大把资金 甚至进驻创业公司来操盘 而另一个人会被阿里干掉 一开始 吕广瑜最先跟窝窝团谈好条件 加入窝窝团任COO 看起来是吕广瑜赢了 甘家伟与拉手网的谈判却不温不火 拉手网的创始人吴波 觉得还没到战队的时候 一心想着上市 不太愿意让甘家伟这个阿里的新幻加入 这时 团购市场依然在等待机会的美团 抓住了机会 王兴亲自六次飞往杭州拜访甘家伟 蹭饭六次都不结账 力要阿甘加入美团 最终拉手网错失甘家伟 美团也迎来了自己的机会 从阿里辞职 加入美团的甘家伟任职COO 发挥了自己数一数二的市场销售能力 用一年的时间管理地推团队 帮助美团搭建了销售体系 此时 窝窝团和拉手自身也出现了现金牛吃紧的问题 加上之前打仗元气大伤 情况急转直下 已经不具备正面战斗的能力 2011年11月份 拉手网因为被竞争对手举报财务造假 而上市失败 后来拉手还在2011年12月和2012年4月 分别又尝试上市 最后全部失败 拉手网也由此一路下坡 美团反而被送上了团购市场第一的宝座 千团大战以美团坚持到最后 结束了乱战时期 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往事也浮出了水面 对拉手网错失甘家伟这事 最不满的是拉手网的投资人朱孝虎 当时朱孝虎连着投了拉手ABC三轮 是拉手最大的股东 比创始人吴波股份都要高出不少 朱孝虎也在微博上亲自多次为拉手站台 不止一次将自己从拉手上买到的商品 推荐给自己的投资人朋友 不仅如此 朱孝虎还怒怼过拉手网的对手窝窝团 说窝窝团发布假的融资消息 说从高盛那里融资了2亿美金 简直是在侮辱高盛的智商 拉手网的失利成了朱孝虎心中的坎 甘家伟也成了他投资生涯里的一男平 此后他经常对吴波进行公开指责 我收录了朱孝虎这几年的关键词 供大家细品 2012年是后悔 后悔没早点引入职业经理人 13年是庆幸 庆幸让吴波离开 换了个职业经理人 14年是哀伤 拉手被卖掉了 15年是开怼 吴波没有招人的决心 16年是最失望 对吴波当初的表现很不满 朱孝虎连续多年都没有放过吴波 还在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声称 吴波作为CEO心胸不够开阔 当时开局非常好 等到要巩固这个局面的时候 希望能有更有优势的管理层进来 他不愿意 我们给他推荐了甘家伟 推荐了沈浩宇 他都不要 后来阿甘去了美团 沈浩宇去了京东 把这两个公司都坐上了一个台阶 那时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进入拉手网 拉手网的局面都会和今天不一样 面对朱孝虎一年一次对吴波的抨击 也有媒体讽刺说 在企业兴盛时 投资人把其作为自己对外标榜的成功案例 当企业没落时 在公开场合 投资人又扮演先知角色 把责任权推到创始人身上 时隔多年 在2019年4月2日凌晨 朱孝虎又想起了吴波 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说 其实当年阿里投资拉手的法律文件都已经做完了 可惜太年轻气盛 一定要求阿里不许上线巨划算 导致阿里最终放弃投资 转而投资美团 中共铁军也是最讲政治的 阿甘选择去美团 很大原因也是因为阿里投了美团 而已经从美团离职的阿甘 本人还亲自回复了朱孝虎这条信息 说是个人选择 既是肯定了自己看中美团和王兴的眼光 也再次避免了卷入阿里美团之间的恩怨中 王兴则回复 阿里的巨划算10年3月就上线了 接着又是灵魂两问 朱孝虎则没有回复 说来王兴和朱孝虎也算是天生相克 王兴做美团 朱孝虎投拉手 朱孝虎投OFO王兴收膜拜 朱孝虎投滴滴王兴做美团出行 真的是王兴向左 朱孝虎向右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2012年千团大战后期 美团已成为市场第一 即将取胜 此时阿里巴巴也放弃了 多养马多练马的赛马策略 正是重点扶持美团 将淘宝流量开放给美团 而在投资美团初期 为了表示诚意 阿里还曾关闭了主作团购的口碑 业内朋友会好奇 提出质疑 阿里不是这种风格啊 阿里以往的套路都是先打 打不过才会全资收购 王兴一个美团 阿里也不是绝对控股 怎么能把马云迷的神魂颠倒 做出这种事情呢 主要是口碑 巨划算 两个阿里重点做的团购项目 都失败了 马云当时正在经历支付宝拆分的风波 大股东雅虎发难 资本界 媒体界一片哗然 还有未遮引发的春灰事变 同样让马云分身乏术 口碑网本身是阿里第46号员工 李治国在2004年创立的 最早做生活服务的 但做了两年 发现做不动 就改去做房产信息分类了 在房产信息产品大火的前一年 又改回了生活服务 2006年 口碑迎来了阿里的投资 随后被全资收购 但阿里将口碑彻底吞下之后 又将口碑与雅虎中国进行合并 成立雅虎口碑 合并之后 口碑陷入了大混乱 人事不断调整 内部抱团分裂 公司业务停滞 雅虎与阿里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 第二年 口碑又被逼入淘宝 乱上加乱 之后就是2010年的百团大战 口碑因为管理混乱等问题 表现实在太差 美团拉手窝窝团的迅速崛起 让马云看不到打赢这场战争的希望 下令关掉口碑网 顺道给了王兴一个人情 那不是还有巨划算吗 巨划算怎么样呢 巨划算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战略保守 巨划算的启动时机非常好 但一开始的战略是基于淘宝来做 偏向于对淘宝的一种延伸 因为淘宝需要很多流量 电商平台又天然无法获得流量 所以需要搞一些活动 来扩充淘宝的边界 属于对淘宝侧翼的防守 防止ORO平台伤到淘宝根基 而巨划算的第二个问题 也是贪腐问题伤了元气 巨划算10年成立初期 负责人是当时阿里的闫立民 闫立民06年加入阿里 先后带领过开发销售设计团队 属于全能型选手 团购本身对销售 开发等各方面要求较高 不能有短板 所以阿里也对他寄予厚望 要人给人 要枪给枪 加之闫立民做的成绩属实不错 巨划算飞速发展 后来马云更是对闫立民多次偏袒 之后一个名为甲子三组的服装品牌 虚报价格参团巨划算 丑闻被媒体爆出 引发了阿里内网和外界同时的声讨 最终经调查 巨划算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贪腐事件 严厉民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惠罪 被杭州警方刑拘 最后判刑7年 巨划算也迎来大换血 组织架构调整等变化 看似战略地位得以提升 实则一蹶不振 不久后也被关停 所以 家住王兴的美团 成了阿里为数不多的选择 而且现在阿里也表示了诚意 给了美团一些淘宝的流量 未来也很有可能直接收购美团 此刻 市面上还有一家无法回避的公司 突然在团购上发力 这家公司叫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是03年成立的 点评10年当时是想要上市的 公司本身已经盈利 根基深厚 不想过多消耗利润 进入团购领域 而在千团大战 差不多快要打完时 才下定决心 全力投入团购 接着又花了一年多 慢慢打了上来 这就造就了13年左右 市面上具有战斗力的团购网站 仅剩美团大众点评两家的局面 两家基本上是六四开的状态 美团小优 但无法拉开距离 这种僵持的局面 在2014年开春 随着腾讯的入局 彻底被打破 腾讯由于之前在千团大战中 QQ团购网和高鹏都没有出色表现 高鹏还被迫卖给 另一家中国本土的团购网站 F团 这意味着腾讯在O2O领域的失败 这次失败 迫使腾讯转变思路 为了拿下O2O 给阿里制造压力 高价投资了大众点评 腾讯一上桌 就给了大众点评几亿美金 占股20% 阿里为了美团不落下风 也继续加注 2014年5月 美团的C轮拿到了3亿美元 阿里依然是投资方之一 战役再次打响 此次美团和大众点评 都只是桌上的棋子 背后是阿里和腾讯的意志 为了赢下战局 腾讯不但给了大众点评钱 还给了资源 2014年10月 大众点评的闪会功能 在深圳欢乐海岸正式上线 很快就成为了 风靡当地的团购卫方式 依托腾讯爸爸 点评的logo又登上了微信的九宫格 上面还出现了一个优惠的符号 这个事情让王兴夜不能寐 微信如果持续放量给大众点评 美团很可能会被对方的流量灌死 因为人家获得流量的成本 是近乎免费的 闪会的本质是借助微信支付推团购 完全是对美团降维打击 当时支付还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战场 美团也没有支付牌照 做了也用不了 为了应对闪会 王兴第一时间就去找阿里球员 希望能借助支付宝的力量 来对抗腾讯和大众点评 结果支付宝很干脆的拒绝了美团的请求 并不愿意帮助王兴 做出来一个类似的产品 这个理由也很简单 闪会成功的诀窍 在于给了用户先优惠再付钱的体验 换句话就是发优惠券 也帮助微信支付延展了用户场景 而微信支付本身很小 2014年1月才上线 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 大众点评和腾讯 两者是互利互惠的关系 但是支付宝是支付行业的第一 阿里并不在乎美团用户的行为模式和产品体验 阿里要求的是先付钱再优惠 保证支付宝的日活数据 确保用户第一时间是打开支付宝付款 更何况阿里也不希望用户是 先到一款别的APP领取优惠券 再用第三方支付渠道扫支付宝来支付 这和阿里把什么都控制在自己手里的做法是相悖的 碰了一鼻子灰的王兴明白了 自己并非是阿里的什么合作伙伴 而是阿里手中攻城掠地的工具 美团是时候决定自己的命运 王兴从支付宝出来后 马上给沈南鹏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投资了大众点评早期四轮的沈南鹏 沉默了一段时间 最后给了王兴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美团与大众点评谈 让大众点评和平美团 结束团购大战不给别人机会 另一个建议是美团撤离团购市场 在外卖这个市场上发力 因为14年外卖市场大小整体涨了10倍 美团战斗力比大众点评更强 更有希望 听得出来沈南鹏的两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 倾向于让美团把团购业务卖给大众点评 让美团去吃外卖市场 沈南鹏这样说是经过精打细算的 美团和大众点评他都有投资 大众点评更是花了不少钱 如果能让点评吞下美团 统一欧突兀战场后上市 对红杉来说是最赚的 大众点评在进入团购大战之前 利润一直很好 现在打仗等于自己和自己摆手腕 如果停战 对红杉和双方都好 而且这种方案也是实际操作起来最稳妥可行的 而就在胶着之际 场面又有了新变化 百度也做上了赌卓 林彦宏刚刚完成了对团购网站 糯米网的全资收购 又上线了百度外卖 等于手握两张红桃K 美团现在也有些自顾不暇 在13年11月上线的美团外卖 在外卖领域除了饿了吗 对手又多了一个百度 在12年就上线的猫眼电影 还在跟另一家票务网站威影 打得不分胜负 最早的团购业务 现在又靠着烧钱补贴 跟财务状况更好的大众点评打 沈南鹏认为 BAT未来一定会清扫战场 趁现在 美团还有机会脱身 王兴和王惠文两个人 经过几番讨论 认为和点评合并是正解 但并不想现在认输 现在需要继续和大众点评战斗 如果打赢 合并时自己可能会更有谈判优势 但腾讯对美团和阿里系的敌视 是否能化解一部分 成为了关键 思前想后 王兴在美团里上线了微信支付 并给了微信支付付款选项的 最高预先级 充分表达了诚意 支付宝被下降至二级菜单 付款时代多点两下 才能找到支付宝 产品经理应该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引发了阿里方的震怒 王兴绝不愿意 美团成为阿里整个商业生态的一部分 然而阿里战略投资的风格 就是让背头企业 成为自己商业生态的一部分 王兴也开始不断在公开场合声称 阿里并没有给美团多少扶持 反而一直想控制美团 阿里谋求掌控的投资风格 与王兴不甘人下的创业梦想 出现了显著矛盾 双方来到了撕破脸的前夕 阿里采取的反制措施 是断掉所有对美团的帮助 而美团也在后续低轮融资里 通过引入外界投资 稀释了阿里的股份 阿里虽然行使了优先权跟头 但无法抵消股份被稀释 到了2015年下半年 团购业务迎来洗牌期 美团、大众点评、百度糯米之间 开始了互相试探 看除了打以外 是否有合并的可能性 9月22日的上午10点钟 李彦红中王兴、王惠文 约在北京直立会馆 进行了长达4、5个小时的会谈 最后双方的共识是 百度外卖家百度糯米 和美团外卖家团购 以3比7的比例换股合并 爱奇艺和猫眼电影 以7比3的比例换股合并 条件谈完之后 王惠文心里有了底 他认为如果美团和百度顺利合并 外卖大战基本上不用打了 只要把精力放在团购上 打赢大众点评即可 但王惠文心依然认为 合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支付 而百度支付不是最优解 因为百度支付体量太小 对美团帮助有限 而百度外卖本身连饿了么都打不过 更别说跟美团打了 怎么算都是美团亏 王惠文心又一次给史南鹏打了电话 这次电话内容 与一年前杭州电话内容 其实差不多 不同的是 一年前是大众点评吞下美团 而现在是 王惠以美团即将与百度合并 作为筹码 要求美团吞下大众点评 使男朋友随后把话 带到了大众点评的老大张涛那里 张涛被吓了一跳 因为大众点评 一直偷偷在跟百度谈入骨的事情 第二天 张涛就找到百度投资部 去打乱美团和百度合并的计划 给了百度更好的条件 但这不足以让百度放弃美团 因为老三 如果市场份额和老二加起来 依旧没有老大多 只会想和老大合并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张涛开始意识到 如果他不与美团合并 将毫无胜算 沈南鹏的红杉 跟马化腾的腾讯 一直都是铁盟友 在两方的努力协调下 2015年10月 大众点评终于和美团迎来合并 改名美团点评 又被称为新美大 王兴和张涛分别同时担任 联席CEO和联席董事长 也就是靠CEO制度 这次合并 是投资人的意志在推动 但一山不容二虎 一个月后 美团点评宣布架构组织调整 当然 名义上是王兴做CEO 不再担任联席董事长 张涛担任董事长 不再担任联席CEO 张涛累撒现场 遭遇出局 当然了 根据微信朋友的说法 张涛退出时 拿了9.8亿左右的美金 但难掩创业12年 事业要卖给别人的失望 随后一段时间里 大众点评系高管团队 纷纷遭遇清洗 原大众点评CEO张涛 联合创始人张波 龙伟 李景 全部离职 甘家伟连带着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 八大区市场负责人 也被王兴清洗出局 王兴统一了团购市场 这功臣肯定是要杀的 阿里在得知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后 要求王兴不得接受腾讯的投资 但遭到了王兴的拒绝 腾讯通过之前多轮投资大众点评 将点评与美团合并的方式 一步步成为美团大股东 而阿里在合并后只有大约7%的股份 美团至此从阿里阵营 转向了腾讯麾下 加入腾讯系后 美团在微信的九宫格里 就占了三个格子 还是辛巴给力 更狠的是 在两家合并的前12个小时 王兴才打电话通知了阿里 促使阿里来不及反应 无法做出有效对策 王兴想要在美团内 平衡阿里力量的意图 已经非常明显了 而合并点评 借此引入腾讯 打压阿里 也是顺水推舟的事情 美团点评合并之后 王兴特地飞了杭州 找马云和逍遥子 希望能用之前出行领域 滴滴和快递合并的例子 说服两者 以获得阿里的理解与支持 但阿里的态度出乎意料 马云和逍遥子认为 滴滴快递合并 对于阿里来说 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阿里绝不会再次 让这种错误出现 而出于私交 逍遥子很想和王兴成为朋友 其实王兴不知道的是 滴滴合并快递之前那一轮 阿里不惜发放 阿里上市前的内部股票 作为交换条件 要求VC们 全部都要放弃对滴滴的投资 在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完成之后 阿里开始以市价一半的价格 出售美团老股 试图影响美团的融资定价 导致美团F轮融资迟迟无法完成 但卖也不卖干净 故意留了一点在里面 美团自己的现金流 很快出现了问题 差点就没能撑下去 幸亏当时点评账上 还有一大笔现金 张涛知道这个事情后很郁闷 他认为如果两家不合并 美团自己就挂了 但如果不合并 美团也没有机会拿腾讯的钱 更不会有机会背叛阿里 只能说张涛最终栽在阿里的手上 美团的叛变让阿里坐不住了 随即 阿里与蚂蚁金服共同注资60亿元 重启口碑业务 想要再从美团手里抢走一块蛋糕 但一切都为时甚晚 此时 在O2的团购领域 合并后的美团点评 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85% 而除了团购领域 外卖市场也硝烟四起 老大和老二的合并 往往会将老三逼上绝路 面对美团加入腾讯阵营 百度重金参战 阿里不得不在O2O市场上 寻找新的同盟军 市场上的外卖独角兽 饿了吗 恰好进入了阿里的视野 至此 一场在BAT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已经到来的外卖市场争夺战 阿里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激战正寒 李彦宏为何突然见卖百度外卖 告别O2O 外卖大战后期 美团为何要坐打车 滴滴打车又为何入场送外卖 面对庞大的本地生活服务市场 究竟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外卖大战里 百度 腾讯 阿里 饿了吗 美团 这五家公司又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 我们下期见